在恆春半島這邊的月晚雨序 會更加的強勁 現在陸陸續續已經出現了 間歇性的大雨 像是墾丁的海浪其實也在增強 岸邊插起紅旗 禁止大家下水去玩 不少遊客因此提早結束行程 要離開墾丁 所以旅宿業者現在受到影響了 飯店的來客樹是掉了兩成 民宿也很慘 退訂再加上延期 只剩下三成的住宿旅 海魁外圍環流發威 恆春半島下午開始大雨狂下 平和公路視線一片雾茫茫 車速也紛紛減慢 一路往南來到墾丁 雨是戰先 南灣揮不去陰沉的天氣 風雨欲來 海浪逐漸增強 沙灘近空完全看不到遊客 目前海邊風浪越來越強 在沙灘上也已經圍起了 紅色的封鎖線 禁止遊客下水遊玩 海邊已經不能玩水 遠道而來的觀光客有些失望 只能趁著雨還沒下 坐在岸邊觀浪 是不能下來 還不覺得很可惜 有一點啦 對 但是還有其他室內行程可以跑 走到哪 玩到哪就這樣子 只是這裡因為已經不能玩水 我們才會再往上走 颱風來襲 遊客紛紛更改行程 離開墾丁 大街變得冷冷清清 飯店週末住宿率 從七層掉到五層 民宿更慘 業績直接砍半 禮拜天受到颱風因素的影響 大約有兩層的房客辦理住房延期 原本訂完有八層 現在已經退掉了剩下三層 那不管是退訂或者是延期 我們都是以客人的意願來選擇 蘇拉和海魁颱風接連來襲 影響南台灣的時間恐怕超過一星期 遊客被風災趕跑 觀光業績真的慘淡 記者蘇一廷SNG小組屏東報導